2024 25 全新賽季的東亞超級聯賽開打 在菲律賓舉行的兩場比賽 首先看到地主球隊來自PBA的勝利啤酒人 交手韓國隊伍水源KT 英宿丹 首接雙方你來我往 啤酒人由E.J.Anoziki單截十一分領軍 不斷靠著中距離跳投壓破對手 不過英宿丹用本土戰力反擊 何允基個人連拿五分 幫助球隊首接反以二十三比二十 校服領先 何允基這戰替補高校攻下九分 第二節還來一季灌籃 不過領先的一方卻換人當 Anoziki持續輸出 讓啤酒人中場時間四十三比三十九逆轉超前 然而換邊過後戰況又有變化 前兩節表現平平的洋將Rayshawn Hammond 源頭近切 無往不利 帶動英宿丹拉出一波十二比二的攻勢 再把比分壓了過去 他全場砍下三十九分 還有十四個籃板 儘管啤酒人試圖追趕 第四節在Marcio Leiciter 標進三分後一度追到只差兩分 但Jermia Tillman灌籃 交襲反撲烈焰 Anoziki好取三十四分卻做白宮 英蘇丹最後就於八十七比八十一 搶下今年動朝首勝 接著看到另一支地主隊 馬尼拉電器碰上澳門黑熊 臺灣球迷都很熟悉的阿提諾 還有德古拉現在都為黑熊效力 隨著比賽開打 很快就有他們的鏡頭 各自都在籃底下逞胸 然而計分板上黑熊卻逃不到便宜 因為電器的攻防發揮都更加出色 上半場的兩分球命中率逼近六成 並把黑熊的整體命中率壓在三成出頭 前兩屆大彎四十三比三十九 稍戰上風 來到第三節電器家族馬力 隊長Christopher Newsome以身作則 砍進外線 聯手遊著球星堂地的 Christopher Bencaro撕裂防線 慢慢把分差拉開 在第四節Ellen Duham命中這季三分球後 領先已經來到雙位數 這戰電器的火力均衡 四名球員得分上雙 當中Newson拿十八分最多 Duham則有十七分十籃板 反觀黑熊雖然由阿提諾攻下二十三分 但板凳得分卻掛蛋 中央電器就以九十七比八十五 贏球順利開虎 未來TV台綜合報導 告別九月即將迎來的是 十月份陸續開打的籃球賽季 而國內籃球迷很幸福 在十月第一個禮拜的週末 台灣直籃大聯盟TPPL 就率先送上2024夢想方程師 Preseason Game的官辦熱身賽 為期四天兩個週末的賽程 台北戰神跟台北永鋒雲豹 先在五號打頭陣 緊接著是宇宙夢想家交手特攻 而不少美光燈的焦點 都放在去年T1直籃 奪下冠軍的雲豹軍團 新賽季能否在表弟蔣玉安 曾竹立相繼出走的情況下 維持戰力 而關鍵人物正是剛結束NBL賽季 歸隊的高經緯 以及金牌狀員林信寬 警緯他不會參與第一場的熱身賽 因為他的NBL賽季才剛結束 所以我們希望他有恢復跟調整的時間 但是他會參與第二場 那信寬他一直有參與球隊的訓練 跟夏季聯賽 那其實今年夏天 我們很明確地希望教練團 能夠培養他持球的攻擊能力 那雷蒙恩在身材上面 跟打法的強悍度 跟切入的破壞力也是非常高 個人是蠻期待他們兩個 對味道對決道 新人賽季繳出場均 十點五分的金牌狀元 以及十四點三分 四點九助攻的高經緯 是雲豹未來仰賴的行星 而儘管在交鋒戰神 第一場熱身賽中 高經緯將會作弊上關 但林信寬跟雷蒙恩之間的狀元對決 也象徵著台灣本土新生代球星的較勁 絕對會是球迷值得關注的焦點 而在六號的比賽 工程師海神 以及夢想家國王相繼捉對廝殺 除了宇宙夢想家 以及去年 普拉斯利未免冠軍國王的強強對決以外 第一場上演的新竹高雄的南北大戰 看頂也不少 兩軍在夏季聯賽交鋒時 由海神笑到最後 季前官班熱身賽 封城軍能否扳回一城 或許備受矚目的新兵 蔡成剛會是關鍵197公分 絲毫未身材 同時擁有出色的投籃手感 加上夏季聯賽第一戰就展示過 單節15分的得分爆發力 讓他早早成為 封城球迷熱身賽關注焦點 儘管男主角本人謙虛表示 還有不少進步空間 但也非常期待 漢世大運學長們 在職業賽場上的除此切磋 除了學長們以外 蔡成剛和同梯菜鳥魏良哲之間的表現 也將會是新賽季年度新人獎項 進竹的前哨戰 而隔週10月12、13號 TPBL的關辦熱身賽 也將會移動到新竹體育館繼續展開 為期兩天四戰的賽程 屆時球員之間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YT台陳鳳報導